字幕作詞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請問說欸 OK 然後沒有離合器 我跟你講 你現在按下去 你這樣就會動 啊如果你要停就按一下 那就停了 啊這樣就這樣子打 你這樣留下去 一下就會動 阿如果你按一下它沒動就再按一下 它就會動了 其他按鈕都是幹嘛用的 阿這個動力是1 這動力是2,這動力是3 3是最強還是1是最強 3是最強,我現在給你講 阿如果你要4,2或3 你到大直路再去吹吹 吹一下子就感覺那個加速就好 阿現在用1期 我現在沒有了 我們就去按一下 會很高嗎 不會吧,會很高嗎 看起來是還好 喔,不會,完全不會 可以換12了 感覺還不錯耶 教練說喜歡它寫真的棒 50萬了齁,現在到50萬是不是 欸,你出現了 阿對,我出現了,我剛剛被困在那個晚宮坡 晚宮坡 再按一次 好,OK的 不要動 要切2、3 不要切2、3 你要切2、3 到大馬路再切 這全部輪刺放過了 我在找地方 在找就大馬路 蛤? 哈嘍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胖 我們這次來到的依然是位於桃園龜山的中坑 那我現在所騎的這一台 是杜教練最近新簽的一台電動越野車 叫做北極鮑 這裡哪裡可以選擇 還有一場穿英文名字 我沒有仔細看 我到時候會打在我Youtube的標題 那這一次是我繼清風以來第二次騎到 電動的越野車 那其實清風也不太算是越野車 比較偏向越野單車 那這一台就是真正就是 完全它用 跟我們比較類似的輪胎 然後 車型也比較像越野車 騎起來的感覺真的也是 跟清風完全不一樣 那這台車最讓人驚豔的應該就是它的動力 它的動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而且它不像是我們一般人 有時候騎電動車會覺得 它扭力很大 那其實它只是因為 扭的第一下 它轉速不用上來啊 就馬上有動力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第一下的扭力好像很大 那其實因為只是我們不習慣 可是這一台的動力啊 它是 它不是扭第一下很大力而已 你之後如果再持續開油 它還是會給你一樣的加速度 非常的可怕 很厲害喔 我正在試 可是沒有離合器而已 對沒有離合器 然後它擋太遠了 我不太習慣 後煞是這裡 對後煞是這裡 它沒有腳煞 欸我才切二檔而已 喔幹 幹 二檔就這麼猛喔 那這個時候是我剛切二檔 有沒有想說 欸我車頭已經 對著比較直線的地方 那來吹一下 結果重心沒有擺在中間 一吹馬上就是後輪 就滑回去 把它超大力一下 好可怕喔 我剛剛都是一檔擠出來的 然後三檔是最強 動力模式 喔你說動力模式 對對 我完全不敢用欸 我剛剛二檔就嚇一跳 哈哈哈哈哈哈 二檔就已經 會可以起來了欸 這應該也蠻輕的 嗯 不知道 那剛剛霸彎哥 提到這個重量的問題 為什麼 之後回去的時候 渡教練有跟我講 他這一台車 是頂配版的 最大電池物量 我覺得它全調 已經比我的列爆了 它含電池的總重量是 大概 78-79公斤 所以它的車重 也是 不到80公斤 我覺得算是 還不錯 雖然沒有輕風 來了這麼輕 不過它的續航力 比輕風高很多 它如果用E模式騎的話 可以騎180公里 好啦我先騎回去 不然我怕它擔心我 那以動力來說 如果是開到動力模式3 也就是我們俗稱3檔的情況下 就是它最大輸出 如果抓著了車 抓得住車 0到100 只需要3.5秒 真的是非常非常 真的是非常非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